别公司,哪些大咖经纪人,无论是一心加星月凯喜天,还是杨天真假是凯黄斌,仿佛大家每美谈及艺人经纪,都很容易忽略掉音乐这一领域,说到音乐经纪人,总给人一种神秘感,仿佛他们天生自带专业属性,是制作人加经纪人的结合体。 每次看歌手时,参赛歌手在台上唱,台下芒果台合伙人泪流满面,旁边经纪人往往安静如鸡,这跟音乐行业闭环的生态圈有关,也取决于音乐经纪的本质属性,艺人与音乐一体两面,无法割裂。 因此当我们讨论音乐经纪的时候,往往说的是如何打造一名音乐人,以前唱片公司推薪人,采用的是前辈带后辈的方式,这个如今依然有在继续采用,而选秀节目出道,改变了这一方式。 唱片公司发现,可能这个人一手自己的原创都没有,但已经有人气了,那就把他签下来,慢慢的大家都愿意省时省力,倾斜于选秀节目出来的人,最近我去找一位签下选秀歌手的经纪人,他办公室里都是很多人捧着钱来找他谈合作的。 一位业内人士感叹,随着平台方的更迭,如今做新人的模式,大致分成了三大派系,一是传统唱片公司推新人,二是从选秀节目走出来的优秀选手,本身自带人气,也会引发争抢。 第三种则是独立音乐人以讨跟身份亮相,借助各大音乐平台涌起。 这样的独立音乐人有作品,自发积累人气,在和唱片公司强强联合,例如好妹妹,谢春花,当音乐市场从谷底复苏,如何打造往生时代的新音乐人,歌手人设怎么包装,要不要包装,投入的资金和资源怎么分配。 明星资本论走访了几位业内人士,深度聊了聊中国音乐经济现状,新人就是摇钱树,浇水要浇到点子上传统唱片公司代表,流水GH7意思,音乐旗下艺人,李沁瞻我有着多年从事传统唱片公司的经历,作为最传统渠道推出的新人,从企划,制作方面,就要把内容掌控好。 比如李沁瞻,我衡量新人的标准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硬件要达标,首先你要有好的潜力,无论是创作才华,外形还是才艺,让公司能看重并且愿意去包装打造。 第二是软件,即综合素质,综合素质有时候更重要,你有没有上进的事业心,并且愿意付出行动,能否和团队好好配合,其实硬件大家都不差,软件才能决定,你能否走得更远。 我现在就是秉持着新人就是摇钱树的理念做事,不过现在要研究的东西太多了,现在艺人和草根网红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之前做李沁瞻的时候,我也会想,在优势没有那么突出的情况下,给他做恐怖概念的NV企划,就是为了吸引更多关注。 不过正好赶上年底,本来给他定的物料尺度,我还是有信心的,当时发第一波,主打物料没什么问题,等到发整张专辑时,各大平台就给我们打电话说,Banner图都不能用恐怖元素的了,不过还好我们提前准备了另一组小清新的物料,替换上了。 目前如果不发实体唱片,其实音乐发行,指的就是线上各大音乐平台的发布,我们在各大平台上架是免费的,你也可以选择是否做数字专辑,付费专辑,但新人刚出来肯定没有和平台谈条件的资本,新人就是为了一个推广传播的作用,你在这块还是要花钱的。 各大音乐平台就那么几个,推荐位也就那么几个,如何让新人在平台上产生曝光,公关费必须得出,公司给新人投钱,预算不会太高,因为要考虑投入产出比,以及对这个新人价值的判断,一开始你也不可能失望会有太多,毕竟和当时做实体唱片的时代,是有很大差距的。 按我以前做唱片的经验,企划家制作属于内容,宣传和发行属于推广,两者的资金比例一半一半是比较合理的,但李沁瞻的话,可能在宣发上的钱比较少,这也是公司的考量,宣传是个无底洞,你可以一直花钱,但像我们属于传统型音乐公司,不会花太多宣发的钱在新人身上。 传统唱片公司这边能做好的,就是内容和宣发,但做这些现在对新人够不够,是不是要尝试一些别的方法? 现在很多主流歌手还会主动跑去做直播,以及抖音快手这些新玩法,所以我们也要去积极探索这些东西,看对自己的艺人有哪些帮助。 传统音乐公司也特别渴望借鉴网红的模式,在传播上打破次元壁,例如找汪峰给李沁瞻录视频推荐,想帮设法来增加一些噱头,给他营造鬼马才女这一形象,要求他每周发表一首翻唱的歌,自己重新编曲,自己演唱,拍视频等等,做新人就像是在走泥工,贴标签 没有独立音乐人家音乐公司代表,王凯阿欣喜音乐旗下艺人,谢春花,孟会员,张马兴,2017年4月我们和谢春花签约,它是一个特别好的种子和潜力股,可以说是从小市场转向大市场,成熟速度非常快低 一位艺人,以前唱片公司占绝对的主导权,歌手必须要签权约或者长约,但如今时代变了,像谢春花这种,他来掌握自己的制作和版权,欣喜帮他提供宣发服务,比如把海外独家版权给接生,登上简单生活节主舞台,大家优势互补,双方都有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 现在除了谢春花之外,我们公司还签了孟会员,张违青,但每个独立音乐人都具有不可替代性,谢春花的模式没办法复制到这两位女生身上,用同样模式去打造不同的艺人,会造成巨大偏差 对独立音乐人来说,他们其实自带强烈的个人特点,能从创作里看出端倪,我觉得90后更善于表达自己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 而经纪公司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渠道和能力,摘取他们个人特点理事和放大的部分,扩大他们的商业机会 对于人设或者标签我个人不主张,甚至是不认同的,经纪公司如果想做辅助的话,应该把重点放在经营,和扩大业人影响力方面 让它在大市场持续发声,我觉得不能给艺人贴标签,这是把双刃剑,能获得一段时期的印象输出不假 但往往会固化艺人的特质,或者说把艺人形象旷死了,换标签也是不可取的一件事 因为不成功所以换,还有一种可能是做久了有瓶颈所以换,作为我们挑选新人,也是在寻找有个性的人 你作品OK,底字的后,未来能有作品抬出头来,而且新人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是比较契合的 对音乐的理解清晰,对自我理解清晰,即便是有青涩的人,对自我的理解也是有认识的 如果遇到我说的话,你完全不明白的时候,那这样共事就很难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做新人就像在走迷宫,成功与否都是段落性的 什么叫做阶段性的成功,就是我在这一阶段没有走进此胡同 但是没有人能走出迷宫,因为它一直在变化 真的是这样的,可能我在行走的道路,正好都是通往下一个路口的 但并不是终点,本来也没有终点 家族市场牌能有金字塔效应吗? 刘州At Doki旗下艺人,Gay大狗,灰子 我是嘻哈结束了以后签下的Gay最开始在所 有学员中,我就觉得他比较有自己的风格 而且他能承载一些中国本土化的东西 嘻哈毕竟是博来品,你要把它落地才行 不可能咱们一帮中国人,偏偏跟着老外屁股后面玩啊 Gay的路线早就规划好了 现在出的所有歌曲,全都是跟民族类有关系的东西 我为什么做家族厂牌? 首先,我觉得做音乐,这个东西得有朋友 得有好朋友跟你一块玩,你才能玩出音乐 我希望他们可以相互去交流,监督,所以叫家族 当你了解的越多,知道学习时候 你就知道,原来我是需要学习的 原来什么都不会,那我在狂什么呢? 关于签心人,hip hop我会优先考虑 因为现在是在做这个公司 做成熟艺人和新人是两种定位 有一些艺人已经很多年了 他需要突破自己需要去转型 还有一种是素人定位 不止Gay还有大狗 灰子这些 我给他们定位了 也给他们配了独立的编曲和音乐人 我只负责告诉他们定位走哪个方向 什么样的音乐体系 我对艺人不是放养式 只是对艺人的个人空间比较大 团队如果要经营一个好的艺人 那团队是不能轻易换的 最重要的环节是资方统筹 比如说我要准确的告诉你 你要投两千万还是五百万还是一百万去做艺人 投一百万什么时候能把这个钱赚回来 艺人能达到商业的价值是什么体量 比如说第一年做到三线 第二年我们需要加资一千万做到二线 第三年可能五千万做到一线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算出来的 其实非常的复杂 当然我做音乐也分两种层面 有些孩子身无分文 但真是个人才 我也不需要签他 我帮你做一首 我一分钱不要 录音棚费我还帮他出 我一分钟